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手不小心碰到肖战,肖战直接抓住了杨子的手,网友,太甜了。 如今的一说起杨子,相信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便会是香蜜沉沉浸, 如霜中的紧密,亲爱的热爱的中的童年,欢乐送中的邱莹莹, 还有最近女心里时钟的贺顿,杨子在这些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次比一次惊艳, 一次比一次更令人印象深刻。 但要说早期杨子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无疑便是大家小时候放学回家必看的家有儿女了。 或许当年杨子的这部剧,对于现如今的一些小年轻, 大家都会觉得杨子还有这部剧吗? 可要是对于一些80后,90后的人来说, 《家有儿女》这部剧也是大家的青春回忆中也是占有那么一席之地的。 而在这部剧中, 由杨子所扮演的小雪一角, 与张艺山扮演的流星一角, 更是给大家带来了许多欢乐, 这对吵吵闹闹的姐弟俩可谓是为大家的青春增添了那么一些些不一样的色彩。 而伴随着小雪扮演者杨子与流星扮演者张艺山的成长, 当初那些在放学后变手在电视机前小朋友们也都长大成人, 如今距离家有儿女的播出也都十几年了。 同为童星出道的杨子与张艺山这一路走来也是十分励志, 他们都登过年少成名的高峰, 也跌落过无戏可怕的低谷。 如今的他们凭借着这些年来在圈中的摸爬滚打, 也算是让众人记住了他们的同时, 也让大家知道了张艺山与杨子。 不过伴随着这些年杨子与张艺山的吵吵闹闹, 眨眼间如今的他们也都到了可以谈婚论嫁的年龄。 曾经有许多网友在看到两人这一见面就跟欢喜冤家一样, 还曾调侃干脆两人就在一起算了, 而对于大家的好意, 他们却都表示已经从朋友的关系上升为亲情了, 对此大家也都只能作罢, 可看着杨子如今这忙忙碌碌样, 丝毫不为自己的终身大事考虑, 不过虽说杨子似乎还没有那心思, 但这却不影响粉粉丝们科CP。 众所周知, 杨子与肖战曾合作拍摄过一部叫《余生请多指教》的电视剧, 正是杨子众多作品中期待值比较高的作品。 除了杨子本身的高热度以外, 男主肖战的话题度与流量也是极高的。 在出演《余生》之前, 肖战便曾因与王一博搭档主演陈情令后大火, 剧中由他所扮演的《魏无限》给观众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因此, 这样一对当红小花鱼顶、 刘小生的组合一时间也拉满了观众们对《余生》这部剧期待值。 虽说这部剧至今因为一些原因还未曾播出, 但却也是阻挡不了粉丝们科CP的心思。 随着大家对这部剧关注度的提升, 一时间也是流传出不少路透与拍摄花絮。 而在众多花絮中, 其中有一个画面便是杨子与肖战正一前一后走着的时候, 杨子突然一个转身就碰到了肖战的手, 于是肖战便直接抓住了杨子的手, 之间杨子瞬间害羞不已, 急得想把手挣脱开来。 在这花絮出来后, 看着他们两人的互动, 网友们纷纷感慨太甜了的同时也都表示, 虽然正片还没出, 但这只不定又是花絮比正片好看系列呢。 如此一来, 大家对这部剧的期待值又提高了一个档次。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